美南的區域以及台東的區域 目前我們預估花東的雨從昨天開始下 但是今天到明天雨是依舊這麼強 南部地區的雨也會開始增強 至於基隆北海岸的雨在今天晚上 到明清晨也會逐漸增強 還有台灣各沿海風力都也已經增大 沿海已經都開始有比較強 容易發生危險的強震風 在下午2點的時候 颱風中心已經來到高雄西南方 大約120公里的海面上 我們預估未來它會以每小時9公里的速度 開始往東北的方向移動 往我們新南部陸地靠近 預估明天進入陸地以後強度會再減弱 目前的環境來說對颱風是不利發展的 所以一路向我們移動過程中 颱風強度會持續的減弱 甚至到我們陸地上都有可能再持續 在我們陸地上減弱為熱帶性地氣壓 但是縱使如此還是提醒大家 其實就從海面上來說 海面上沿海都已經觀測到長浪 而且台灣附近的海面 像我們的南部海面啊 西南部海面都已經觀測到8米到8米